也许是过分的爱 我才穿上这身举衣 告别家乡的温暖 走向远方的风雨 把所有的骨骼 都让我一人满心 不许把这笑颜 惊扰你的天天 你的天天的笑颜色 第三十六章 小灰肋骨 西城区法院明示法庭的判决下来了 拨挥林志南的离婚诉求 谷中华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时时机地地上橄榄枝 好好过日子吧 不要再东想西想了 我找到开门市的人了 你还是回家住吧 林志南也从西城区法院的转业占用那了解到 一般来说 离婚案首次起诉 法官不会判决离婚 如果一年后仍然没有改善 那就要判决离婚了 看来只有再熬一年了 孙悟空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亿难 再熬一年又有何方 原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牛永亮大力倡导的 展示人民政府庄严执法形象 超一流的市局办公大楼建成了 李明国搬进了宽大的 带有会客厅和休息室的副局级领导办公室 林志南也搬进了单独的副主任办公室 房间虽然很大 但办公桌依然堆满了文件材料 李明国近来在林志南办公桌前面的会客椅子上坐下 老林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国庆节快要到了 市局机关党委给办公室分配了一个优秀家庭的名额 我想把你抱上去 你看如何 李明国的神态 好像在等待林志南感谢关怀 黄恩浩荡之类的语言回报 不要不要 林志南果断拒绝 优秀家庭的名誉急于正在闹离婚的他 岂不是华天下之大鸡 考虑办公室其他同志吧 你或者魏东梅家都比我家好 魏东梅和爱波已经离婚了 你结婚时间比我长 还是你比较合适 林明国解释原因 反正我不合适 林志南坚持不受 请李组长务必考虑其他人选 林明国走后不久 法规处翁亲副处长来了 林主任的办公室真够大呀 翁亲副处长审视了屋内上下 怎么办公桌上还是一团糟 翁处长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看法的领导 林志南充满自信 不过也有很多同事说 凡是办公桌一团糟的人 都是工作量大 埋头苦干的人 他们是机关工作的主力军 你说对吗 也有道理 孟亲副处长转移了话题 这位李组长的主任职位 还要兼任多久 你也应该转正了 林志南探一下手 可能是时机不成熟吧 你们老处长快到退居二线年龄了 处长位非你莫属了 天知道翁亲副处长显出无奈 这年月像你我没有后台的人 只有苦熬了 电话铃响了 孟亲副处长也离开了 请问是林主任吗 声音不熟悉 我是市委组织部办公室的徐主任 忙吧 徐主任好 好久不见 林志南想起了 就是在市委加强信息 与宣传办公室主任会议上认识的那位 说他弟弟在L区国税工作 想请你吃个饭 再一起聚聚 看来徐主任有求于人 什么事 你尽管说不必客气 林志南直来直去 我七弟好名 在L区国税干四五年了 工作一直比较出色 准备竞争所长职位 想请林主任在市局层面帮助疏通一下 那样成功的把握会更大些 徐主任不愧是搞组织工作的 把规则套路都搞懂了 如果是宣传信息方面 我可以帮助 但组织人士方面 我是门外汉 林志南不想烫这个混水 我给你推荐个重量级领导 你找我们的李组长主任吧 电话号码你记一下 过了几分钟 徐主任打回来电话 李组长听说是你介绍的 他同意吃饭了 我把时间地点定下来了 再通知 你要和李组长一起参加哟 电话又响了 是顾向妹打来了 听上去声音很兴奋 林 好消息 我今天去永恒药业集团 见到了李总 他说可以把今年的中考 和高考到计时宣传日历 交给江天应务公司印制 数量要根据我们的硬能决定 因为是黑红两色套印 如果再添置一台印刷机 与写字楼房东联系 多租一些场地 我们的硬能就可以扩大一倍 是好消息 有了这笔大单 就不会再有印单饥饿症了 林志男生敢开办印刷厂 缺单的煎熬 可是资金是个大问题 永恒药业集团会给预付款吗 不会 并且交货后还要推迟三个月 分三期付款 顾湘妹有些为难 李总说这是为保证集团利益 合理的拖欠 向来如此 该莫例外 接手吧 林志男下定决心 添置机器的资金 再借一点基本够了 纸张是资金大头 可以找成达 只要能说账 贵也认了 饥饿来了容不得择食 二是一家豪华酒店的包间里 视为组织部办公室的徐主任正在宴请客人 林民国坐在主宾位 林志男坐在徐主任另一侧 魏东梅 徐主任妻子和妻弟好名夫妇也参加了 林民国已经知道徐主任一家请客的意图 特别开心 又开始宣扬他的 酒与生命价值理论 马克思同志创立了 剩余价值理论 邓小平形成了白猫黑猫理论 我创立了生命价值理论 生命价值等于 寿命与质量的成绩 人们都追求长寿 往往忽视生命质量 生命的质量要以消耗能量的总价值来衡量 如果你今天只吃一碗面 你今天的生命质量就是二元钱 如果你今天喝半斤古都明酒 你今天的生命质量就是二百元钱 周总理就是生命价值理论的忠实践行者 无论是在长征时 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茅台酒一桌干三瓶算是小菜一碟 所以请各位多喝酒 少吃饭不断积累崇高的生命价值 酒桌上一片喝彩声 徐主任夫妇和七弟好名夫妇轮番上前敬酒 酒宴过后又去了歌舞厅 借为东美与黎民国跳舞之际 徐主任叫出了林芝南 请收下 小意思了 只有两千 徐主任把一个信封往林芝南衣兜里塞 不要不要 林芝南拉住徐主任的手坚决拒绝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好名提升与否的决定权不是林芝南 即使有这个权利 他也不会受这样的不义之财 林主任你就没有离组长爽快 徐主任极不情愿收回信封 不过我还是很敬佩你 以后有事用得着尽管给我讲 魏东美开着新款帕萨特车 载着黎民国离开后 徐主任问林芝南 你的车呢 单位上给了一台长安林木奥拓 我怕喝了酒开车不方便 就搭公交车来了 林芝南准备去街边车站 我送你吧 徐主任坚持要开车 送林芝南回家 不行不行 你也喝酒了呀 林芝南怕出问题 没有关系 一是我酒量还可以 二是我有单位上的小号车 警察不敢查的 原来徐主任车的编号是A00101 这是拿钱都买不到的 党政首脑机关特权车 1999年春节前夕 顾中华的母亲 阴心脏病突然去世了 顾中华带着林芝鱼 急忙回老家奔丧 顾中师也回去了 永恒药业集团的中考 和高考倒计时宣传日历 需要赶时间硬制 顾香妹只好留了下来 除夕之夜 林芝南与姑父准备了 年夜饭和红酒 请顾香妹一起 在顾中华搬出的 军区老宿舍中迎接新年 酒过饭饱之后 顾父熬不过回卧房睡了 小客厅里只剩下 伤罪的林芝南和顾香妹 自从来到二世后 两人第一次在密闭的房屋里 酒后独处 谈天说地 海阔天空 一直了过新春第一个凌晨的到来 都没有提前离开的意思 林芝南时不时看一眼顾香妹 只见她满目红润 露出浅浅的笑窝 寒情的眸子 白皙的景象 高耸的胸脯 仿佛年轻的刘逸又来到身边 再与她一起做题 一起漫谈 一起唱向未来 林 你冷吗 我感觉有点冷 顾香妹身体一静 斜靠在林芝南肩上 林芝南搂着顾香妹纤细的腰身 感觉她的身体在颤动 顾香妹把嘴唇贴上林芝南的脸颊 又转移到嘴唇 林芝南把手伸进顾香妹的内衣 第一次碰触到 那对肃软怂起富有弹力的动体 这是她记顾中华之后 碰触到的第二个女人的乳房 顾香妹微闭着眼睛 专心品尝从未有过的胜利体验 林芝南的手继续向下 那是一片更加柔软暖和的动体 卷曲的毛发中包裹着湿润体液 随着林芝南手指的颤动 顾香妹发出了轻微异样的声音 身体完全倒在座位上了 林芝南站起身随手一抱 就把轻盈的顾香妹搁在另一间卧房的床上 并先后脱去外裤内裤 顾香妹也除去各层裤子 微微张开双腿 乌黑的衣毛中藏着粉红色的人体门户 流出的乳白色体液浸湿了床单 他微睁双眼张开双臂 小微微喊道来吧 林 亲爱的 林芝南轻轻扑上去 轻轻用力 生怕不小心伤害了一件艺术真品 哎哟 顾香妹收缩一下身体 林芝南急忙起身 痛吗 对不起 发觉床单上已经有了血迹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没有关系 再来 顾香妹鼓励林芝南不要退却 他紧闭嘴唇 努力坚持着 林芝南一年多没有幸生活了 竟然在门市上有过一惊 现在进入顾香妹的身体不到三十秒 就控制不住了 两人休息了一会 都起身穿上裤子 相试一笑 这是顾香妹的第一次 她的好奇心 满足感压过了疼痛感 心想 从今天开始 我就不是处女了 我的第一次给了我最爱和爱我的人 不管以后能不能结为夫妻 我都无怨无悔 这是林芝南碰触过的第二个女人 她竟然与前妻和前恋人都有缘分 难道是上天的特意安排 同顾香妹作阿后的感觉 与顾中华截然不同 林芝南没有一丝 在本能需求满足后的后悔和失落 反而为两人关系 进入肉体融合阶段而兴奋不已 她觉得留意不在遥远的北京 而是一顾香妹的形象 躺在她的身边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爱 圣经里说女人是男人的肋骨 人生于四十一年 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肋骨 不管千难万足 一定要给她一个名分 绝不能让真诚 纯洁的人吃亏 考虑到门市不能一直唱空城记 两人又一起去了门市 再一次享受男女云雨之欢 直到天快亮 顾香妹才率先离开回到她的住处 距离上次判决刚过一年 林芝南就再次起诉离婚 不久判决书出来了 准与林芝南与顾中华离婚 顾中华不服 又上诉到中级法院 中级法院受理后 先召集二人进行调解 顾中华知道婚姻已经无可挽回 在初级法院的基础上 又提出给付五万元青春损失费的诉求 林芝南叫苦连天坚持反对 最终法官对顾中华的诉求不予支持 历时16年的婚姻 终于被法院一纸调解书结束了 林芝南净身出户了 明示调解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中华 女1954年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芝南 男1956年出生 案由离婚 上诉人顾中华因离婚一案 不满初级法院判决 向本院提出上诉 请求将房产判归上诉人及儿子所有 并增加儿子的生活费 经审理查明 上诉人顾中华1982年10月经人介绍 与被上诉人林芝南认识 1983年1月结婚 婚后感情尚可 童年生意子林魏瑜 近年来 由于被上诉人林芝南不珍惜夫妻感情 与他人发生婚爱情长达数年 致使夫妻感情破裂 1998年 被上诉人林芝南曾起诉离婚 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 双方仍然分居 夫妻关系未得到改善 林芝南遂再次起诉离婚 谷中华认为到此地步 同意离婚 双方认定的共同财产 包括房产、家用电器、家具、股票等 无债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 经本院主持调解 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 一、林芝南与谷中华同意离婚 二、子女抚养 儿子林卫于随顾中华生活 由林芝南每月支付300元生活费 医疗费和教育费按实际支付 由双方各承担一半 三、财产分割 房产归顾中华及儿子林卫于所有 上述其他财产归顾中华所有 四、一审、二审受理费 共计人民币100元 由林芝南承担 全国财事系统信息工作会议在儿市召开 周明邦以国家部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身份 陪同厅主任主持了会议 会上林芝南做了信息工作交流发言 会议结束时 表彰了五个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二十名个人 二是国税局和林芝南分别收到了表彰 会前 周明邦处长就私下问林芝南留意的情况 还念叨到了北京也不联系 太不够哥们 会后空荡 周明邦处长提出想跟林芝南独处一阵 欢迎林嫂一起参加 于是林芝南就开上自己的专车长安林冒托 带上顾香妹载着周明邦处长 一起去了大熊猫基地 这是林嫂吗 怎么这么年轻 是刘一科长的妹妹吗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周明邦处长说壮的身体蜷缩在狭窄的奥托车副驾驶位 兴致丝毫不减 现在还不是 顾香妹坐在后排 无惧无数地与客人聊上了 周处长真够严厉 我与刘科长不仅仅长得像 血型也一样 她也把我当成亲妹妹 只差DNA鉴定了 她是在开玩笑吧 古都妹子都狡猾狡猾的 周明邦处长问林芝南 她是认真的 林芝南笑着点点头 现在还不是 什么时候结婚 我好给你们邮寄个礼品 周明邦处长看看前后两人 还是那句老话 我应该走一趟古都再结婚才是 会议结束后 省市局联合举办宴会 为部办公厅领导建行 借着敬酒机会 林芝南私下对周明邦说 你是北京C大的高村生 报考C大学很难吗 我儿子现在读重点高中 学习还不错 离婚后她是我最放心不下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只要能上C大的提挡线 我帮你通融一下 周明邦处长向林芝南挂了保证 宴会接近尾声 高进局长致辞 再次感谢国家部在我省召开全国信息工作会议 这是一个跨世纪的会议 在座各位都是跨世纪人才 一百天后 我们将迎来崭新的二十一世纪 请各位为新世纪干杯 高进局长也太有前瞻性和煽动性了 黎明国更加兴奋起来 在酒桌上高谈阔论 前天台湾发生七级大地震 这是上天对两国论台独分子李登辉的严厉惩罚 镇中应该在台北 把李登辉支流台独分子镇死最好不过了 那样祖国统一就容易多了 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中国世纪 黎明国说完 有的应赫 有的沉默 众民榜处长提高嗓门 快言直语 六十年前 毛泽东都说要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尽管我国不提供空中走廊 俄罗斯政府也派救援队乘坐军机 火速到达楼房倒塌现场救援 我们不能把政治建立在人道之上 更不能幸灾乐祸在人家伤口上撒盐 何况还是骨肉同胞呢 为了统一扩大统治版图 而忘记血浓于水 忘记台商对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 那只能是自取其入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应当是加入WTO融入世界的中国 而不是称霸世界的中国 周明榜处长说完 还是有人应贺 有人沉默 看来真是谈喝酒感情深 谈政治感情愤养 林志南民事调解书下达半年后 就与顾湘美办理了结婚登记 那是一个星期一 顾湘美进场办公室就忙得不可开交 林志南催了多次 临近中午总算出了门 到了去民政局结婚登记处 女性要先体检 体检人员态度恶劣 动作粗鲁 检查完音部还大声告诉同事 又有一个不是处女的来结婚了 对顾湘美极尽羞辱之能事 不知道婚姻登记制度 为什么要如此不公平地对待女性 等拿到全部体检结果 登记处已经停止办公 只得第二天再走一趟 为此 林志南一路上都在埋怨 你为了工作占用了上午的时间 还把更多的明天时间都陪上了 总算拿到了两本大红色的结婚证了 他俩没有向任何人通知 这一天成了两人的结婚纪念日 没有美酒 没有鲜花 更没有人祝贺 他们只想低调再低调 为了不刺激顾中华和儿子林卫瑜 为了不在单位同事间传播张扬 正如林志南的一个女同事所说 人们结婚时都是大雁宾客 大张旗鼓 离婚时却悄悄秘密 雁旗息鼓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林志南托熟人从事房管局 租用了一间连租房当作婚房 总共35平方米 一个大房间 带有卫生间和厨房 为了照顾将近80岁的姑父 他们把大房间用不连遮挡后 用纸张包装木家板铺了矮床给姑父住 错的人终于走散 对的人终于相逢 一个全新的家庭 全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夫妻未来的路会和睦顺遂 扶摇直上吗 顾湘妹与林志南结婚后的第一件大事 来得出其不易 一天 写字楼管理部门发来数面通知 江天应务有限公司 鉴于本写字楼有租客多次举报 认为贵公司生产噪音大 工业垃圾多 占用公共地带多 有化学废水等 根据合同约定 我方决定提前终止双方的租赁合同 并不承担终止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请贵公司最迟在六个月内搬离 预期将采用断电 断水等强制措施 谢谢支持 搬厂 六个月 意味着这个场地的装修改造投入 全部归零 还要付出搬迁时间和费用 搬去哪里 进入新厂纸 必然会失去一部分老客户 领知难利用空余和星期天时间 开着办公室刚配给他的 就扶康轿车 到处考察 带租厂房 这些十棉瓦屋顶厂房 库房 大多位于城外偏远地区 据守门人透露 是老板与临近的村委会签订租地合同后修建的 估计出租后四到五年即可收回投资成本 鉴于印刷厂的特殊性 租用这些房屋 必须自己投资做些改造才能使用 根据考察结果 林知难萌生了修建厂房的念头 不行 顾湘妹立即反对 修建厂房钱从哪里来 现在的债务已经太多了 时间够不够 我可不想被断电断水 自建厂房可以剩下租金 没有再被催迁之忧 自己用不完还可以出租 那些所谓的创业员 孵化器 说穿了不过是房屋出租大房东而已 为何不见一个江天版的创业员 孵化器 林知难继续谈资金问题 先拿足够的土地 再分阶段修建 先修自用部分厂房和办公住宿房 六个月内入住就没有问题 待入住后是资金情况 再开启变生产变修建模式 资金上主要通过合理拖欠 台达职业等供应商的货款来解决 顾湘妹听后觉得蛮有道理 只好同意了 此后便开始找建厂土地的冒险之旅了 看了不少地块 林知难顾湘妹对许家村的土地情有独钟 她距离环城大到不远 土地使用量可多可少 更重要是她挂了市委组织部 定点联系村的金字招牌 标志着可能不会是黑鹅势力的温床 安全可靠 欢迎投资许家村 村委会许书记非常客气 听说正在办手续准备出国考察 我们正计划修建许家村工业园 印刷行业是无烟工业 我们格外欢迎 你们到处看看 喜欢拿快递 我们就去给村民做工作 要多少给多少 有了村书记的表态 确定建厂土地非常顺利 到了草拟土地租赁合同那一天 会议室又多出了两个年轻力壮的 纹身标型大汉 这是二市局办公室的领主任 这是江天英务公司的顾经理 村委会许书记一一介绍 这是我村治安委员许永 这是土建队长许战权 村委会对土地合同的基本要求是 租赁土地最长30年 用于工业厂房修建和使用 到期后土地归村上所有 地上建筑归修建房所有 每年按母交纳土地使用金 逐年按比例上涨 使用前还需要交纳每亩数百元的轻描损失费 这些条件林芝南 顾湘美都能接受 你们修厂房的建筑商找好了吗 土建队长许战权问 看来此人来者不善 找好了 我有朋友也是搞建筑的 林芝南顺口回答 其实根本没有去找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土方回田 村治安委员徐勇自告奋勇 看来也想来咽过八毛分一杯羹了 我看还是租房吧 返回的路上 顾湘妹又打退堂鼓了 我怕因修厂房 掉进土匪窝人生难保 不知道以后还出什么幺蛾子 事已至此 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林芝南为顾湘美鼓劲 两军相逢勇者胜 无限风光在显风 坚持就是胜利 老公 我昨天接到一个客户上百页的稿件 你把它交给山海苏印社录入 并打印到硬酸纸上 我们只管上机印刷 可以吧 顾湘妹总想给娘娘拉些业务做 听说山海苏印社的生意越来越差 电脑都少了两台 好呀 山海与江天互补双赢的目标终于要达成了 你可不要把我给出卖了 我只想当无名的 顾湘妹特别交代 免得娘娘又把稿件给扔出来 晚上回到家 姑父让顾湘妹坐下 她从铺盖下拿出一个小布包 这是三千块钱 你们要修房子 拿去用吧 顾湘妹一层一层打开 大大小小的人民币跌得很高 她退还给姑父 修房子也不差你这些钱 您就收着吧 以后或许用得着 这些钱是你们给我的生活费剩下来的 前几年减费就贫也卖了几个钱 给小云也留了三千 我看以后也用不上了 房子修好后 在院子里给我留一小片土地 我给你们种新鲜蔬菜吃 姑父是在交代后事了 顾湘妹收下姑父的小布包 她和灵芝男性中都十分酸楚 正式签合同确定在星期日 那天 村委会许书记 主任 企业办公室主任 以及土建队长许战权 治安委员徐勇都参加了 林芝男 顾湘妹与普秋市处长 坐着挂军牌的丰田月夜车一起到达 军区普处长家人对这个项目很有兴趣 她想实地考察一下 如果看好 准备参股 林芝男向许书记等人介绍 组织部办公室徐主任坐着号牌A00101的轿车也来了 市委组织部徐主任想借机来看看定点联系村情况 林芝男介绍 合同签订完成 林芝男 顾湘妹是午宴招待大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土建队长许战权 治安委员徐勇已经不见了踪影 没有人再提土建和土方回田的事了 宴席间大家互相敬酒祝贺 希望合作愉快 许书记还感谢军区普处长组织部徐主任 为许家村社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真实耐人寻味 林芝男 顾湘妹刚坐上军车 普秋市处长就哈哈大笑 想不到我白吃白喝一趟 还有如此效用 感谢普处长一再出手相助 顾湘妹不忘记感恩 从山海素印社到江天印刷厂 你都是大功臣 举手之劳 跟你俩交往 我很快活随 普秋市处长感叹 小顾呀 我看你的预产期可能要与修房搬迁撞车哟 创业真不容易呀 顾湘妹正想回答 手机响了 是姐姐呀 你最近好吧 帝哥和南南都好吧 叶阿姨和刘伯伯身体怎么样 我现在不忙 刚刚欠了土地租赁合同 准备修厂房了 资金还好了 有问题我会联系你 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拍婚纱照 其他合影影响也没有合适的 等有了一定寄给你们 祝全家幸福安康 拜 祝全家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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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爱 山坡永远 主意明白